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莫拉克风灾重创高雄假仙的小邻村 造成400多人罹难家属申请国赔 总计薪台币7亿多元遭到驳回 新闻状况请陈文来告诉大家 好了100多位在巴巴风灾罹难者的家属 他们从高雄地方法院的检疫庭走出来 心情非常的沉重 那么脸色非常的难看 心中的滋味更是五味杂成 因为一审宣判的结果 法官驳回了这一起的 7亿多元的国赔案 那么对于灾民来说 心情实在是非常的沉痛的 我们来听听小邻村发展 重建理事会理事长怎么说的 如果现在心情很沉痛 巴巴风灾五年后 经过三年的森林 今天听到这样的结果 真的让人家无法接受